周五 澳大利亚宣布从美国购买22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 这是本周一 澳洲宣布从美国购买三艘核动力潜艇后 又一项军用购买计划 这批战斧导弹的花费高达9亿美元 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 这项购买很值得 能将澳洲的自卫能力提高10%以上 澳洲官员表示 战斧导弹将能够在核动力潜艇上发射 由于担心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澳洲正寻求与美国进行更密切的合作 二月份 日本也宣布从美国购买40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 增强防御能力 以威慑中共和朝鲜 新唐人界谁记者林一综合报道